又傳出共諜案 中華民國扯鈴聯盟常務理事長 魯姓教練 涉嫌從去年4月開始 跟退役的士官兵接觸跟吸收 進而發展組織刺探軍事情報 而被訓問的6名官兵當中 其中還有一個人 是藝人郭書瑤的弟弟 檢方7月約談 在今天偵查終結 將魯姓祖賢跟郭書瑤弟弟等10個人 依法起訴 要不要澄清一下 怎麼會涉及國安法 被媒體連番追問 郭書瑤弟弟今年7月 因涉入共諜案 被檢方約談時低調不發抑郁 調查局國安站經過長期監控發現 從去年4月開始 中華民國扯鈴聯盟常務理事 和魯姓扯鈴教練 遭中共情報工作人員吸收 再提供金錢利用 涉嫌拉攏 吸收國內相關軍事機密 涉犯國安法 經過北檢監控長達1年多 今年7月收網 將魯姓主席和退役士官兵等7人帶回 其中包含一人郭書瑤的弟弟 全案在17號偵查終結 以違反國安法起訴 魯姓被告等10人 郭書瑤面對自己弟弟 轉入共諜案 只透過經紀人低調回應 有看到新聞了 事情一切交給律師處理 謝謝大家關心 目前全案檢方也在 全力在審理中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